盘点6款在中国卖的很贵 国外却很便宜的性能车 第三款大众高尔夫R 高尔夫在大众系列里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搭载EA211 1.4T的普通高尔夫 还是搭载EA888 2.0T的GTi 亦或是这期视频要说的高R 都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那这台车的性能和价位究竟表现怎么样呢 国内数据可查最早的就是2015款的高R 搭载EA888 4缸2.0T发布机 最大输出马力可到280匹 峰值扭矩389米 零买提速仅需5秒 相比新款的思域态板还快了0.3秒 但是海外无阉割版的高R性能更强 同样的发动机最大输出马力达到了292匹 峰值扭矩依旧是389米 匹配一个6速双离合变速墙 带有前置四驱子加持 零买提速仅需4.5秒 而且据外媒报道称 全新2022款的高R性能将更加炸裂 但这台性能如此出众的高R到底卖多少钱呢 国内2015款直到价为40.78万 比同为4-2.0的思域态板便宜了将近一半 接下来就到重点了 它在国外卖多少钱呢 同样2015款的高R 美国售价39910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25.8万 比国内便宜将近15万 但是有意思的是 思域态板美国售价只有37,990美元 比高R还便宜 但是到了国内 思域态板却比高R贵出将近30万 真是忍者见仁 知了见识啊 如果或者是你 你能选高R还是思域态板呢 我是急速车市 双击关注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 西瓜视频